二十歲了 我根本不知道在幹嘛吧 就是一切都還在很快速的洗刷自己原本從學校出來的很多的觀念 不管是對這個社會的認知 或是對人與人相處的這方面的不成熟 所以二十歲了我來不及去想自己要做什麼 就是一直在接收各種不同的訊息 一直到三十歲我感覺開始腦袋比較清楚 我覺得年輕的自己有各種太沒有彈性的堅持 就是有一點固執 但是到現在你會了解到其實很多時候到達一個目的的路徑 可能不僅是你想像的那樣 但卻是你可以去嘗試的 我的任務就是給大家發洩的出口 可能就會講一些話 太跟現今的輿論方向可能不同的時候 常常我覺得網路世界激了太多的壓力吧 很常你就是那個戳破即將要爆炸的氣球的那根針 我覺得有好有壞 就是當你在發言的時候 也許你真的想表達自己的觀點 然後也許你以為這個社會擁有這個文化文明 可以包容不同的聲音 但事實上它還有很多地方是需要進步的 就我曾經也是那種別人叫我做什麼 或是別人說這樣做就對了的Follower 就是OK好啊 因為我相信你的專業相信你的判斷這樣 但隨著越來越不去聽自己的聲音的時候 有時候你會不禁懷疑你的開心跟你的難過跟你的情緒是不是真的 有一天突然想到我在某一個很多唱片公司都很多藝人很多大老闆都在的一個場合這樣 然後我卻可以完全是保持一個很職業的笑容跟心態過完那一天 但事實上我其實心裡應該有很多的覺得 這也是一個非常Phony 的一個場合這樣 其實我應該是這樣想的 但沒想到我可以有Solution 就是在當下我是一個一直可以笑的人 那一天晚上吧還是隔天起床的時候 我就回想到當天的場景我就毛骨悚然這樣子 再這樣下去有一天我根本不知道我自己是喜歡什麼不喜歡什麼 或是對於什麼事情應該有什麼樣的正常的反應吧 從那天開始我就覺得我要稍微順應一下自己內心的聲音 跟一些野蠻的慾望 因為我覺得人終究還是動物 很多人覺得人類的力量難道真的足以改變地球的生態嗎 其實這一次的疫情就是按了一個暫停鍵 讓大家看到周遭的變化 當人類被Quarantine的時候動物是馬上可以出現的 311大地震浮島的重生 車諾比當地的狀況 生命是那麼的不屈不腦的 試圖要在人類破壞的這個氣息地上面重新燃起生機 對你就可以知道其實人類對於環境的破壞是毀滅性的 就包括最近這一年除了疫情之外的各地的極端氣候 其實歷歷在目 我們要如何去防止或是預防它更糟 其實網路上很多的資訊大家都可以看到 所以我們要從自己身邊做起吧 就是環保杯環保快 我自己也是一直在重複使用這些環保的東西 然後我也建議很多的商家可以減少使用塑膠類的 又或者是說制定一些 比如說你自己帶環保杯去吃飲料的時候 可以有一些減免或是有一些什麼好的回饋給這些人的一個優惠 去激發他們對於這件事情的習慣 我覺得環保到最後就是一個習慣這樣子 外面有什麼好玩的 喝酒 夜店 看電影 家裡也可以看 在這些場合認識的朋友 我覺得我自己身邊有一群就是在我很糟糕的時候 是可以默默陪著我的朋友 這些人就還滿足夠的 對於我來說這些人就是全世界 當他們出現困難的時候 我也是會坐在旁邊 就算是沉默 但它還是一種很大的陪伴的力量這樣子 那好像有推出一隻嚴選決定的名牌 好像有 有 工商服務時間 有工商服務時間這麼好 我的麵是陽春麵 是最好吃的陽春麵 所以因為陽春麵其實是最難複製的 因為我的麵是真的就是小時候的味道 路邊的麵攤或是麵店的味道 就是你會吃到 原來乾拌麵也可以做成這個樣子 它的嚼勁跟它應該要有的麵的樣子 是真實跟誠摯的呈現在各位 超客的面前